拥有水嫩膚质的艺人徐伟宁 连续两年担任日本彩妆台湾品牌大使 今天出席2014春夏彩妆发表会 不过徐伟宁频频被追问男友软金天 缺席金马五十引地后合影哀哄事件 徐伟宁替小田缓家回应 小田有在反省也必须承担外界的批评指教 就是这个到底我们的很可爱的小花 把化妆品当作花朵装饰成花束 拥有水嫩膚质的艺人徐伟宁 再度担任日本彩妆品牌大使 面对12月份圣诞节跨年跑趴的理想妆容 徐伟宁强调气色很重要 主要是呈现出一个好气色吧 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喜欢大地色系 然后可能加一些比较细致的亮分 然后让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特别亮眼一些 不过工作满档的徐伟宁 和远在金门拍戏的软金天 两人今年的圣诞节可能只跟剧组过了 现在比较缺的是时间 然后如果有时间可以好好坐下来吃顿饭 我觉得就很珍惜了 不一定说是要交换礼物 或是说有一个什么样子的 特别送礼或是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时间就是最好的礼物 提到男友软金天 媒体追问小天缺席 金马五十影帝后合影爱红事件 徐伟宁缓加回应 就我所知他到现在一直都是持续的在反省当中 那我想其他的 我也不方便帮他多回应是什么 那就让他好好地反省 这是他的工作 对其实他应该要去承受的 跟接受的事情 徐伟宁也表示 所以人的心脏要比别人强十到百倍 而这次经验 对小天来说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新唐年雅特电视高见伦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